彭博社報導說 美國跟全球第二大鎳礦生產國菲律賓 正在討論要阻止中國 主導東南亞國家的鎳加工 預計由三方來做一個合作 由菲律賓提供鎳的原料 美國提供資金 由日本南韓或者是澳洲 來提供這個冶煉還有精煉的技術 我請教一下閻老師怎麼看 就是說現在美國 除了在戰略上的因素之外 還有就是在經濟上 這個鎳不希望能夠輸出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就這樣做 對 我覺得美國對菲律賓確實有影響力 那菲律賓前一陣子我們看到的 就是菲律賓老百姓 對於美國和中國的態度 那是一面倒親昧 老百姓也是 但是印尼第二個 另外一個這個鎳的生產國 最大的是印尼 是對大陸的正面的態度 是超過負面的 在亞洲地區就是說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都是對大陸的正面比較高的 那而且就是說感覺上面 整體是超越美國的 所以這個是對美國來講比較大 就是你可以去控制菲律賓 我毫不懷疑 因為美國確實 美國曾經是菲律賓的殖民國 然後菲律賓一堆人在美國 那而且英語國家 就是這個雙方關係是比較緊密的 但是印尼大家以為說好像美國跟印尼關係不錯 但是對不起印尼還是一個傳統上面 從50年代開始就是一個不結盟國家 他不喜歡再跟這個大國之間 一定要跟哪個結盟 所以你看我們聽到多少印太戰略 都沒聽到印尼在裡頭對不對 有聽到日本 韓國 印度 澳洲 西蘭 印尼這麼重要 他也不是好像跟中國特別好 不像中南半島那幾個小國家 但是奇怪 他就是也不跟你美國站隊 所以今天如果另外一個主要的 這個涅的生產國印尼 不跟你美國配合 我覺得你要封鎖大陸也很難 這個問題的確就比較難了 但是我們看到菲律賓自己本身 現在陷入了一些困境 什麼樣的困境呢 是天后的困境 我請教一下副司令怎麼看 因為這個對於像是作戰方面 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天后真的會影響很大 好 我們看到菲律賓 正在經歷了極端的高溫 有一般以上的地區 現在面臨的是乾旱的情況 像性醫師下省 是因為這個連日沒有下雨 所以有一座水壩 全部都露出來 這個古城 以前是三百年前的歷史古城 全部都露出來了 好 那除了菲律賓之外 看到西非的國家 瑪麗也是受到了停電 跟熱浪的夾擊 像是有一些可以保鮮的食物 還有可以帶來清淡的冰塊 尤其是冰塊現在價格是飆漲的情況 有時候這個冰塊居然比麵包還要貴 傅斯你怎麼看 對 現在因為極端氣候 你看菲律賓都會受影響 因為菲律賓屬於低緯度 低緯度屬於熱帶 那個熱帶的話它三個 菲律賓也是地震 因為我們知道菲律賓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第二個就是颱風 颱風現在的話又是我們講極端氣候 它現在有時候缺水缺雨了 那現在那個水庫有時候就乾涸 乾涸之後它那個教堂露出來 它那個十字架的時候還露出來了 變成這個狀態 因為那個水庫以前的時候 它還沒有建造水庫以前是個古城 那古城水庫一蓋了之後 這水就蓄積起來就把它蓋住 結果有點像我們的那個日月潭 不是有九蛙 九蛙露出來一直露出來 一直露出來 這表示說你就水庫要乾涸了 那現在的話 那菲律賓現在已在 我們知道它現在也在開發它的國家 要希望它的輕工業 還有它的這個製造業能夠起來 那其他的話大量需要的 一個是水一個是電 你看它到時候也是要缺水了 因為水不夠 菲律賓的國土不大 才36萬平方公里 但是它人口一億一千萬 當然有一千萬在國外 因為它勞工輸出 到世界各國去那邊做 我們講的那個移工 叫移工 但是問題是它國內還有一億人口 那這樣水資源就會不夠 因為工業用水跟民生用水都要用 那所以那現在又在極端氣候 那會勢必造成菲律賓因為缺水 而影響它的輕工業 跟未來重工業 尤其是它現在也希望從上電子業來發展 那會受限 因為水不夠 如果要海水淡泊 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 會沒辦法 沒辦法在這個方面付出它的成本 同樣的不是光只是菲律賓 包含非洲一些國家也是 因為它因為熱浪過來的話 以前可能三十幾度過了 那現在都十幾度 甚至我們看到印度有時候會到了五十多度 那還得了 那這樣的話人會受不了 對 會受不了 那這樣的話工業商業都會受停頓 那這影響都蠻大的 對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 顏老師 剛剛講到西非這麼的熱 就現在連冰塊可能都比麵包還要貴 那我們看到現在非洲有一些的狀況 因為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在東非國家肯亞首都 那麼接受了CNN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了 非洲的最佳夥伴是美國 而不是中二 好像是在喊話了 喊話 非洲國家要跟美國好好來做朋友 那美國也要將戰略布局在非洲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非洲在下個月要舉行大選 那麼執政黨 這個非洲民族議會 恐怕會失去議會多數的席位 可能在國內會帶來三十年來 最重大的政治變革 老師怎麼看 我想第一個 拜登確實跟川普不太一樣 就是拜登上來以後 幾乎請朝而出他的內閣 從他的太太第一夫人 然後到他的這個副總統 到這個國務卿 國防部長 然後你這個氣候變遷大使凱瑞 然後你到這個 甚至是商務部長 這個葉倫 老太太也跑去非洲了 然後加上國防部長奧斯汀 連教育部長 連這個能源部長 幾乎真的都是去訪問 我從來沒有 我研究非洲那麼久 從來沒有看過美國 這麼重視非洲 所以今天雷蒙多去 等於是連續這樣 延續這樣一個傳統 過去三年之來 真的是請朝而出 但是結果呢 我們看最新的 蓋洛普民調 非洲國家對中國大陸的 正面態度超越美國 所以我覺得美國 好累啊 經營了那麼久 結果最新的民調出來 是58比54吧 大陸有升 美國有降 然後連俄羅斯居然都升了 他在俄乌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是比較降 現在他也有42% 是對他是正面的 所以你就知道 美國在非洲基礎建設也好 或者說經濟發展 外交面臨中國的挑戰 然後你看在這些西非國家 發生政變以後 你一日把美國趕出去 把華格納集團給迎進來 就是在軍事援助上面 俄羅斯又很厲害 然後還有居然有非洲的傭兵 願意幫俄羅斯到烏克蘭去打仗 所以美國真的是在 你可以講很多好話 說我們什麼民主聯盟 對不對 但非洲每個國家都在搞軍事政變 你怎麼辦 那你就要放棄他們嗎 那一放棄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這是很難的 就是你要高舉民主大旗 可是非洲國家有很多就是不民主 那你要怎麼處理 好 南非難得算是一個 比較民主的國家 那過去30年 就是我們說曼德拉的這個政黨 已經是執政了這麼久了 而且都是一黨獨大嘛 別的黨沒辦法挑戰它 可是上一次 現在的總統Rama Fosa 他們之前前一任的總統 竹馬貪污 結果下台了 下台以後 沒想到現在出來了 又自己組黨 所以要挑戰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大家說 ANC 這個非洲國家議會 可能沒辦法過半 就是因為你原來的黨 算起來是分裂 因為竹馬這個前任總統 就是有點像川普一樣 就非常能夠貼近明星 就是全身都是戲 所以然後這些老百姓 很能夠接地氣 很喜歡他 即使他貪腐 即使他講了一些沒有知識的話 大家覺得他比較接近 那Rama Fosa是後來做一個生意人 就有點距離感 所以我覺得南非 我研究非洲那時候 好多國家都是一黨獨大 我說你一黨獨大 要經過幾次的分裂之後 然後又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就有可能會變成少數黨 我們看到日本也 自民黨也曾經少數黨過 然後印度 國大黨 你看現在也變成一個小黨了 所以就表示 你只要有公平競爭的機制 其實其他的政黨還是有機會 那南非現在5月份 說哇 30年來 1994年變天了 那個時候這個曼德拉上台 那現在30年之後 搞不好第一次 這個曼德拉的政黨 可能在國會裡頭沒辦法過半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 一個政治的變革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